西甲联赛第五轮,黄马在主场1比0坚难占平了本轮对手西班牙人,暂时占据了击分榜榜首的位置。 不得不说,这场比赛因主教练洛佩特及雪藏不少主力球员的操作而变得困难,好在最后的结果是好的。 除了登上积分榜榜首,对中心上位的地心阿森西奥,取得本赛季的首例进球,也是这场比赛的收获之一。 而黄马夏季2200万欧元买来的前锋球员马里亚诺,在前期哭作板凳之后迎来了连续出场。 上一场欧冠一记惊天世界波让他饱受赞誉,不得不说,年近25岁的马里亚诺,可能会成为黄马本赛季甚至以后的封线首选。 黄马现任9号球员,本泽马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有些高开低走,本赛季前三场西甲比赛,本泽马直接打入了四例进球,直接占据了西甲设首榜的榜首位置。 而如今两场联赛加一场欧冠过后,他的数据依然定格在四球,陷入了一个小小的进球荒。 这种情况在以往的赛季中不能算各式,因为C罗的存在,本泽马的射门机会寥寥,经常出现多场比赛的球荒。 但是现在不同了,黄马现在没有了C罗,本泽马的DV得到了提升,射门机会也多出了不少。 现在在出现持续的进球荒,这可能就要受到一些批评了。 非常明显的就是在欧冠对阵罗马的3-0之后,黄马的新七号马里亚诺由于打入了一记C罗班的金球,赛后球迷中甚至出现了让马里亚诺尚未代替本泽马的声音。 而随着西甲第五轮本泽马依旧在场上表现不佳,黄马高层以及球迷对他的耐心可能会谩骂消磨。 新七号马里亚诺恐怕会在不久以后登堂入室,正式成为黄马的九号位球员。 不过,在黄马队内,对马里亚诺取代本泽马这一行为,暂时不能接受,从上一场比赛中就能看出, 马里亚诺在比赛第六十分钟替换本泽马上场,留给他半个多小时的展示时间。 不过,对内担任两翼边风的阿森西奥以及伊斯科,却并没有对马里亚诺提供足够的支持,显然还是对他不够信任。 在伊斯科们看来,还是更喜欢和本泽马做配合,马里亚诺可能暂时还取代不了本泽马在黄马中球星心中的地位。 星期号想要上位,道足且长。 当然,最后的结果可能,依然会是马里亚诺笑到最后,年轻的他,比本泽马小很多岁,就算是熬也能熬过本泽马。 年迈的本泽马,无论从哪个方面看,都不会再在黄马效力太久,实力下降严重加黄马不好收留年长球星。 笔者认为,马里亚诺尚未取代本泽马只是时间问题,最早可能是下个赛季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笔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